花莲县政府举办环境稽查业务房摊指引专案法际讲席 特别邀请到花莲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蔡胜浩来进行演讲 而蔡胜浩检察官是国内绿能产业查币专家 对于当日参加讲席的稽查员、巡查员等80多位的环保人员 在执法上能够有正确的法律认知 为守护花莲环境生态做把关 环保稽查是环境保护以及维持的重要手段 既查自正确性以及公正性是否 无处不张情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 为所采取转制措施、采法的行为 乃至寒送司法政办等公权力行使 不仅影响人民权益的政治 同时也是对环境生态永续把关 业务房摊指引专案法际讲席 特别邀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 蔡胜浩主任检察官进行演讲 同时蔡主任检察官也是 国内绿能产业查币的专家 对当日参加奖学的检察员、巡察员等 80名环保人员在执法上 有正确的法力认知 为守护花莲环境生态做把关 鸡茶这个在上一次我也讲 鸡茶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平常大概许可审查鸡茶 那贵的可能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利 所以我们请蔡主任检察官 来从第一次国内市处于利益违避 还有投币到现在是贪毒 那那个从被动变成主动 你有那个犯益 那相对的行程都很大 那我希望透过主任检察官 给我们的案例分享 可以保大家一辈子平安 现在学位表示 以环境永续的经营面向 花莲一直都是非常有卓越的成绩 这些成果都归功于环保局 同仁们不辞辛劳的努力 与环境寻守志工们 不求回报的付出 而大家共同的目标 就是守护花莲这个美丽的 台湾后花园 打造一个宜居乐火的城市 记得交易花图到